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欧洲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两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 首先 俄罗斯指控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摧毁库尔斯克地区的一座战略桥梁 这次攻击导致平民撤离 志愿者丧生 并进一步加剧了俄乌之间的紧张局势 其次 英国供应的机器狗首次在乌克兰战场上亮相 这些充满未来感的设备在壕沟站和城市环境中展现了其强大的战斗和侦察能力 这些技术和战略动向会对未来的战事产生什么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乌克兰战争的硝烟再度弥漫 这次的战火烧到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 在周五的一次激烈攻击中 乌克兰军队利用西方火箭系统摧毁了库尔斯克地区塞姆河上的一座战略桥梁 这一事件立即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关注 根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马利亚·扎哈罗瓦的说法 这次袭击可能使用了美国制造的HEMARS火箭系统 导致协助撤离平民的志愿者不幸丧生 这次攻击让人们不禁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又将迎来怎样的转折 俄罗斯新闻社塔斯社报道 这次攻击对平民撤离工作造成了严重阻碍 二 贾兹拉的国防编辑亚利克斯·加托普洛斯指出 桥梁的毁坏将使俄罗斯军队在面对乌克兰进攻和获取补给时更加困难 库尔斯克地区的战事使俄罗斯部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 这场战争的格局可能因此改变 自2022年2月以来 乌克兰军队一直与俄罗斯的入侵势力进行着艰难的斗争 当前乌克兰发起了库尔斯克攻势 这也是自二战以来外国军队首次深入俄罗斯境内 基辅方面声称 该国无意占领俄罗斯领土 仅仅是希望借此向俄罗斯施加压力 迫使其进入公平的谈判过程 伦敦国王学院军事分析师玛丽娜·米龙 告诉阿尔·贾兹拉 乌克兰的这一策略是未了获得谈判优势 同时分散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的军事压力 在这场军事较量中 双方不断释放矛盾的信息 阿尔·贾兹拉著莫斯科记者多萨·贾巴里强调 地面上的情况难以独立核实 俄罗斯和乌克兰各执一词 使得真相更加扑朔迷离 俄罗斯塔斯社报道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 俄罗斯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 击落了10枚K-Mars火箭和35架乌克兰无人机 并击毙了420名敌方士兵 同时英国供应的机器狗 首次在乌克兰战场上亮相 这一高科技装备的投放 再度引发了国际关注 乌克兰第28机械化旅的专业单位 Curt & Company使出的影片显示 这些充满未来感的机器狗 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前线附近运作 据报道 英国安全公司Brit Alliance已向乌克兰提供了 超过30只第二代Brit Alliance Dog Bad 2 机器狗的出现让战场上的士兵看到了新的希望 这些机器狗能够在地面上低调行动 探索无人机无法进入的壕沟 建筑物和茂密植被中 它们配备了远程感应技术和热红外摄像头 可以以每小时9英里的速度移动 持续运行长达5小时 并能携带超过7公斤的弹药 医疗用品或其他战场热点所需物资 Kurt & Company的指挥官Kurt表示 他们正在改造这些机器狗 使其能够对抗车辆或敌方士兵进行自杀式攻击 这些机器狗的低成本和高效能 使其成为战场上的重要资源 Brit Alliance的总经理Kyle Thorburn强调 Bad 2的设计目的是拯救生命 而不是作为武器杀人 机器狗在穿越最棘手的战场条件时 能够识别陷阱和地雷 减少士兵的伤亡风险 乌克兰军队的前顾问Valerie Ryabag表示 将机器狗改造成自杀式无人机 在战场上将具有巨大价值 特别是在城市环境或森林地区 德国之声的报道 进一步揭示了这场战争的最新动态 俄罗斯表示 乌克兰军队使用西方火箭系统 袭击了库尔斯克的一座桥梁 同时乌克兰称 击落了所有向该国中部和南部发射的无人机 德国驻莫斯科大使 亚历山大格拉夫·兰布斯多夫指出 俄罗斯目前对谈判并不感兴趣 反而坚持过高的先决条件 这一态度显示 俄罗斯并不认真对待和平谈判 只有在乌克兰军队 从俄罗斯非法吞并的地区撤出后 才会准备与乌克兰进行谈判 乌克兰军队指挥官警告说 前线局势正在恶化 并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支持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表示 乌克兰的跨境入侵 是为了阻止莫斯科 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进攻 并在未来的和平谈判中获得筹码 然而乌克兰的攻势 似乎并不仅仅是为了谈判 它还包含了更多战略性和战术性的考量 这场战争的未来走向仍然不明朗 双方的较量注定还将持续 随着更多高科技装备的投入和策略的调整 乌俄战争的局势 可能会迎来更多不可预测的变数 无论如何 对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人民来说 和平仍然是共同的愿望 也是最终的目标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我们来看看这个事件的内涵 首先 俄罗斯指控乌克兰使用西方的火箭系统 攻击库尔斯克的桥梁 这是典型的以小件大的例子 这种指控背后的意图 无非是想让西方国家感到内疚 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就好像借用三国演义中周瑜的 借东风策略一样 俄罗斯试图利用这次事件 把西方国家拉入道德困境 进而影响其对乌克兰的支持 但这无非是对自己的军事失败 找借口罢了 看来楚天书 你是站在战争集合里的立场啊 俄罗斯指控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摧毁战略桥梁 这可是严肃的指控 这种行为无异于给火上浇油 对于仕途撤离的平民和志愿者来说 更是雪上加霜 你难道希望看到更多的无辜生命 在战争中丧失吗 这就像《红楼梦》中的古宝玉说的那句话 天下兮兮 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 这些政治与战争的背后 有多少无辜的生命和家庭在承担后果 谢琪琪 你这样说 无异于忽略了乌克兰自卫的正当性 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 无非是想收回自家的领土 俄罗斯的侵略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就如同《水浒传》中的武松打虎 武松也不过是为了保命才打老虎 难道你能说他不对吗 而且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也无可厚非 这正如当年英国在二战中依赖美国的军事援助 以击退纳粹德国一样 在国际关系中 寻求外部支持来抵抗侵略是正常的策略 楚天书 你说得好像乌克兰完全无辜一样 事实上任何武装冲突中 双方都有责任 你提到的《水浒传》 那可是个黑白分明的故事 现实哪有那么简单 再说 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难道不担心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吗 这就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大闹天宫 最终闹得天翻的覆 谁也没好果子吃 这种行为不仅不利于解决问题 反而会让局势更加复杂 造成更多的无辜平民受害 谢齐齐 我们来看看事实数据 根据乌克兰官员的说法 这次攻击并不是为了占领俄罗斯领土 而是为了减轻顿巴斯地区的压力 正如资质通鉴中提到的良将不切死以苟免 乌克兰这样做是为了长远的战略目标 这就像下棋中的车马炮进攻 有时候牺牲一两个棋子是为了赢得最终的胜利 而且这次攻击也让俄罗斯军队难以获得不给 从而削弱了他们的进攻力 楚天书 你这样说就有点像聊斋志义里的胡说梦话了 这次攻击导致志愿者丧生 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现实中的战争没有胜者 只有无辜的受害者 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都需要坐下来谈判 而不是继续这样互相攻击 你提到的良将不切死以苟免 这在现代社会已经不适用了 今天的世界需要的是和平与合作 而不是无休止的战争 难道我们不应该从和平宣言中汲取教训吗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六度World 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订你